兩名青少年 站在社區頂樓不始祖顧右盼 分別扶住大鐵蓋 朝著水塔裡頭觀察 先是接手一個黃色游泳圈後 沒過多久 一名赤裸上升的青少年 竟然從水塔裡爬了出來 原來三人把水塔當作泳池細水 整棟樓都喝他們的洗澡水 離譜畫面曝光 社區住戶無難搖頭 這個有點誇張的危險 不是很危險 是太危險了吧 那種水塔都很深 所以小孩子這樣去玩 大人到底怎麼管的 小朋友有那種皮膚病 或是什麼傳染病 那是不是整棟 整個社區都這樣被他們傳染了 炎炎夏日 學生開心放暑假 不過卻有民眾募集 新北山崇仁仁仁街 三民連約國中小的青少年 帶著游泳圈 跑到社區的頂樓 目測三層樓高的水塔上玩水 還疑似把馬達設備弄壞 影響24戶的供水 一個月來 陸陸續續發證 有住戶說有停水 包括控制水塔 進水的自動開關的設備 也被他們破壞 線也被他們剪斷 經瞭解相關案情後陪同社區主委 前往住戶家中 協助勸導告誡危險行為 勿再進入水塔吸水 青少年調皮 把水塔當作泳池 不只影響住戶的用水衛生 要是攀爬過程跌落 甚至漏電發生意外 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在楊潔城關於下面報導